暗夜大火幾乎全面燃燒 整棟透天錯瞬間陷入火害 現場冒出陣陣黑煙 因為火勢來得又急又猛 加上迅速向外延燒 讓附近居民全都被嚇醒 衝出來圍觀 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消防員趕到現場 緊急拉起水泄灑水 進行搶救 企圖撲滅火勢 但大量農煙還是不斷向外 竄出場面一度非常緊張 就在消防員同理合作 灑水滅火的這一刻 有人冒險把近白輛的機車 統統牽出火在現場 機車行火警發生在14號半夜 凌晨12點多台東市中心路 四段一間專賣進口車的 大型機車行突然起火 由於車行內堆放大量易燃物 導致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在二樓就已經有聞到煙味 對 我就想說 奇怪 怎麼現在有火燒的那個味道 結果下一看就已經燒起來了 裡面還有人嗎 有啊 有人嗎 怎麼出來 人都出來嗎 有啊 二樓是放什麼東西 二樓燒樓 放一些在你屁股的不知 我也不知道 由於大火幾乎吞噬整間老舊公寓 加上木造建築駐張或是一口氣燒掉五間房 搶救的路線因為樓板攀塌了之後 就造成了出局的時候 在搶救上會有沒有辦法延伸到樓上的一個狀況 暗夜大火幸好最後無人傷亡 暫電家冒險搶救高價壯機 因為身材工具插拉點不知一句 整個過程讓人捏一把冷汗 新新聞吳宇晨王成麗 張信志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淨善淨美 淨好新聞